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蹄子,上海人 有一家自己的早餐店 平時自己動手做早餐 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兩菜一飯,半小時就足夠了 先煮飯,米桃好 倒入日式高湯 加味醂 生抽 放上杏鮑菇粒、胡蘿蔔粒、平菇、藕粒即可 注意高湯的量最好比平時用水量少一些 因為菇和藕會出水 煮飯的同時來做主菜 助前煮 助前煮是日式的一鍋燉 我用到的食材有 雞腿肉 藕片 香菇 磨玉塊 磨魚塊要提前焯水 芋頭 將适口大小的雞肉帶皮面朝下 煎至微黃 沉出 接著下入全部蔬菜翻炒 加生抽 加生抽 味醂 待炒香後把雞肉回鍋 撒一些白砂糖 倒入日式高湯 蓋上蓋子大火煮開 然後轉中小火燉煮二十分鐘 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還可以拌個小菜 焯過水的菠菜 加涼拌醬油拌勻 撒上金槍魚罐頭泥 快手又好吃 這時候鑄前煮差不多燉好了 再轉大火收汁 沉入碗中 撒些煮好的荷蘭豆點綴 一餐搭配豐富又有營養的早餐就做好了 本來開早餐店之前 我每天早上都會給我先生準備特別豐富的早餐 但自從我開了早餐店 它不只是早餐 它連午飯和晚飯全都沒有我 因為我實在是太忙了 到了 好 好 感谢观看